俄罗斯军方公布最新画面 为了打击乌克兰地面防御 在边境部署300架战机 苏35战机也首度现身 在乌克兰展开空袭猛烈轰炸 话还没说完 飞弹就在身边引爆 画面瞬间全黑 看到飞弹来袭 乌克兰民众赶紧趴下 CNN记者直击这惊险的一幕 这里是距离基辅半小时车程的伊尔平 逃难的平民全程炮火轰炸目标 俄罗斯周一宣布 在首都基辅 基尔大城哈尔科夫 以及马里乌波尔苏梅 暂时停火 重新开放人道走廊 但乌克兰人已经不相信 马里乌波尔正在平民撤离的巴士 还是遭到俄军突袭 因此不敢再人 难不成新卡霍夫卡 因为靠近克里米亚 是俄军北上重要水路 目前已经陷落 乌克兰人挥舞着国旗上街示威 而已遭占领的赫尔松 则是遭到俄军封锁断梁 另外传出俄罗斯 开始在叙利亚积极招募佣兵 以八千多台币的薪水 征召志愿者到乌克兰 为接下来的城市上阵做准备 全家认为俄罗斯的军事训练 以防御为主 面对乌克兰人顽强抵抗 现在必须招募佣兵 才有把握打赢这场战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赶紧订阅开启小铃铛